我们现在即将从大屏幕上面可以看到第二场比赛的即将登场的九匹马的信息 本场比赛正点的开赛时间是下午4点30分 本场比赛呢也是一共有九匹马出赛 六匹公马三匹母马 分别是一号马东方勇士 二号马无敌先锋 三号马腾辉雄起 四号马仲里先锋 五号马独占敖头 六号马合力复兴 七号马侠女长红 八号马北方维也纳 九号马后来居上 第二场国产两岁一马者背系列赛1200米的亮相开始 画面中间我们看到的是一号马东方勇士 来自中国的两岁六色公马 骑师陆真记 列马师刘二端 马主桑海涛 腹磅56公斤 位于三号站 二号马无敌先锋 来自中国的两岁六色公马 骑师陆金贵 列马师张明亮 马主星藤马业 腹磅56公斤 位于五号站 三号马腾辉雄起 来自中国的两岁六色公马 骑师王文勋 列马师周涵 马主张健 腹磅56公斤 位于一号站 四号马 众里先锋 来自中国的两岁六色公马 骑师阿拉德特 列马师张瑞瑞 马主 众里马业 腹磅56公斤 位于二号站 五号马 独占凹头 来自中国的两岁六色公马 骑师 敖白云 列马师 牛文广 马主 华语马业 腹磅56公斤 位于八号站 六号马 合力福星 来自中国的两岁六色公马 骑师 陈毅 列马师 温良生 马主 合力马业 腹磅56公斤 位于九号站 好 七号马 侠女长红 来自中国的两岁六色母马 骑师 初一 练马师 牛文广 马主 牛纪尾 腹磅54公斤 位于七号站 八号马 北方维也纳 来自中国的两岁赫六色母马 骑师 阿和特列克 练马师 四日古愣 马主 清格乐图 腹磅54公斤 位于四号站 好 最后一批亮相的就是九号马 后来居士 来自中国的两岁赫六色母马 骑师 赵新刚 练马师 何祥寿 马主 玉龙马业 腹磅54公斤 位于六号站 好 比赛开始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依旧是华语马业的马 在领先的一个位置 那么看到的是二号马 无敌先锋 现在是在内篮的一个优势 现在是华语马业的五号马 独占凹头 领先了半个马 身在旁边就是二号马 无敌先锋 紧随其次的就是六号马 合力复兴 形成了第一个梯队 那么在它后面的就是我们的八号马 北方维也纳 在北方维也纳 后面的就是三号马 腾辉 雄起 形成了第二个梯队 以及我们的四号马 重力先锋 在腾辉 雄起的旁边 那么在后面就是可以看到九号马 后来居上 现在马匹已经过了 第一个弯道 那么率先在前面的 依旧是我们的二号马 无敌先锋 以及五号马 独占凹头 两匹马呢 也是咬死不放 骑头并进 但是前面的话 还不着急啊 还没有到最后的冲刺阶段 所有的马匹呢 还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差距 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马匹已经开始过到了 最后的一个弯道 我们继续看一下 我们位于内篮的二号马 无敌先锋呢 是领先了半个马位的一个优势 现在已经领先了一个马位 最后的四百米的冲刺 所有的马匹都在 马骑士都在挥边催马 我们的二号马 无敌先锋 骑士陆金贵 我们的冠军骑士 有没有成冠军 呈现冠军的未免 我们来拭目以待一下 看到了我们的五号马 独占凹头 也是一直在挥边催马 在后面的就是我们的三六号马 我们来继续往前看 最后的二十米的冲刺 二号马 无敌先锋 率先获得了比赛的终点 现在为大家公布一下 越龙国际赛马公开赛第二场 国产两岁马鱼马者杯系列赛 CR1200米的比赛成绩 第一名 无敌先锋 骑士陆金贵 练马师张明亮 马主心疼马业 最终成绩是1分23秒83 第二名 侠女长红 骑士初一 练马师牛文广 马主是牛继伟 他的最终成绩是1分24秒30 第三名 合力复兴 他的骑士陈毅 练马师温良生 马主合力马 也 他的最终成绩是1分25秒56 恭喜获得前三名的赛马 骑士 练马师 以及马主